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食卫局最快明天发通告 强制所有院舍员工两星期内做检测 未来也会要求每星期一次做检测 疫情持续近一年造成过百人死亡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三成死者来自院舍 当局会强制所有院舍员工做检测 唯一有困难是今次强制检测给院舍 有些离岛人人不是很多 但要去做一个检测的中心就有些难度 暂时我们现在草拟在12、14日之前 要去做这个检测暂时权变了几家利路 因为我们不想等所有东西都做到了 然后才去做 他说员工可以自行到政府的检测中心 或者自肺去私人化验所进行检测 未来会将院舍员工强制检测恒常化 根据专家所说 你做三天就做一次 不过这个不是很合理 要求一些人去强制的话 所以暂时我们的目标 第一轮是两个星期 看看情况 如果可以第二轮 最迟第三轮都要每个星期做一次 为了保障那些长者的生命 他们一定要去做 所以从政策来说 他们应该没有上班了 但我觉得在第一个星期里 我们尽量劝语 再不是就要罚 再不是就真的不能上班 罗志光说政府正是密室地方放置流动检测站 将来的强制检测都要由医护人员采样 确保准确性 无线电视记者郭婚恩报道